迪惟威樂新聞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周若婷 我今天要講一個冷笑話就是 有一隻大蛇跟一隻小蛇 牠們在路上走 然後小蛇就突然問大蛇說 欸 你們有沒有毒啊 然後那個大蛇就跟牠說 嗯 不知道 應該有吧 牠說啊 那完蛋了 然後大蛇說你怎麼了 牠說 小蛇說 我剛剛咬到我自己的嘴唇 不知道會不會毒死 假設就說 沒有啦 因為我剛剛吃爆米花的時候 咬到蛇頭 緊張的時刻就來了 得獎的是 還好 沒有很好笑 對不起 Sorry 變成不是都有那個冷笑話嗎 對啊 我記得 因為我這個印象好深刻 因為一般人家的 reform 我覺得不好笑 因爲一般冷笑我都覺得不好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